牛粪经过粉碎机粉碎后,再经过压块机压制密度很大的压块燃料,产量更大,做出来的压块质量更好。 牛粪是一种常见的有机废弃物,它有很高的燃烧热质和土地营养价值。 为了更好地利用牛粪生产出高质量的燃料,粉碎机和压块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设备。 粉碎机能够将牛粪打成均匀的粉末,这样可以提高牛粪压块机压块的密度,使得燃料的质量更加稳定。 而粉碎后的牛粪粉末还可以更好地融入其他原料中,保证了压块的均匀性和质量。 而压块机的作用就是将粉碎后的牛粪粉末压制成密度很大的燃料块,这样可以更好地存储和运输,同时也能提高燃料的利用率。 压块机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压块块的大小,使得压块更加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。 经过粉碎和压块,牛粪可以变成高质量的压块燃料。 这不仅可以减少牛粪的污染问题,还能够满足人们对环保能源的需求。 而且压块燃料的产量相对较高,可以为生产和使用牛粪压块燃料提供更大的便利。 总之,粉碎机和牛粪压块机是生产高质量牛粪压块燃料的重要设备。 它们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牛粪资源的利用效率,而且能够满足人们对环境友好能源的需求。 看这个锅,不够要把这些酒。 这些酒。 这些酒。